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今天我们的残酷小讲座 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医生 为什么又是又 那么从这标题可以看到 医生会接上次关于数量话题 今天会是我们的数量二 那现在我们将我们的话筒交给医生 大家好 我是 OTTFF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数论的下一讲 对 数论其实是一块非常大的内容 其实如果是竞赛的话 那么数论的内容会非常丰富 那么我们仅限于靠近面试的范围 其实数论相对来说 设计的内容都还是比较浅的 但是这块因为是一个比较独立 就是你在其他部分可能也学不到的知识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继续讲一下数论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数论工具 往往来说它会配合一些其他的算法一起使用 所以除了一些特别裸的题目的话 你会看到就是说它只是设计了数论某个知识点的考察以外的 往往来说就是说你要想做出数论这部分的题 那你还需要一些其他知识辅助 那么后面我们今天会有几个例题 大家可以看到在那几个例题里面 我们其实会用到很多 其实是数论狭义的数论下面以外的很多内容 那么今天的话主要内容我们涉及到的主要是跟这个数数啊 这个因数分解呀 还有数数筛相关的内容 然后会简单提一点关于这个GCD和LCM的内容 首先的话是一些这个 就是希望大家能有这样一些数感嘛 就是说因为数数这个东西 你平时生活可能用到的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可能你对它的感觉不是特别好 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一个题啊 你判断它能不能做的话 其实是你需要有这样一种直觉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数感这种东西 那么这种直觉的话 就是你在G了一些量之后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是两个比较关于数数比较重要的东西吧 一个是一个是这个数数的个数 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题目会限制 你比如说在一个10的5次方 或者16次方量级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数的个数 其实是显著要小于这个范围的 显著要小于这个范围的 所以你在算复杂度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说 呃你可能需要用一个方法 把数数筛出来之后呢 那如果之后的处理只跟数数有关系的话 那么后续的复杂度 你只需要用这个较小的数字去算就可以了 呃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prime gap 这个这个东西的定义呢 就是说相邻的两个数数之间的这个距离啊 相邻的两个数数之间的这个距离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就是说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是这个prime gap它不会特别大 呃那么那么大概上 如果你感受一下的话 就是10的9次方以内的话呢 那两个相邻的数数之间 gap不会大于二几个287 呃所以呢 根据这个根据这个结论 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 就就写出这样一个题 你比如说我给你个认一个数字n 然后我让你去做这个n下一个数数 或者前一个数数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我们我们之后的话 我们都可以比如说一个一个去每举 因为你去每举的话呢 那个数量也不会超过这个287的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做这样一个每举就可以了 每举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到10的8次方 10的10的18次方这个范围里面呢 其实prime gap也不会特别大对吧 那么实际上类似的方法也是可用的 但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 这个数数判定的方法 呃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 呃 我们一般来说呢 这个数数判定的话 我们会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算法 呃 首先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 对于对于单个数数判定的时候呢 一个核数的话 一个核数n的话 它必然有一个小等 呃 它开方的因子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证明的 因为如果两个因子的话呢 就是我们我们我们一个核数呢 至少它有两个这个非一非自己的因子 对吧 那我们假定这两个非一非自己的因子 分别是p和q的话 如果这个pq它两个的值都是大于 它开方的话 那显然这个东西它的值会大 不是大等啊 是会大于 这个东西显然是会大于人的嘛 对吧 那那这个就跟假设不成立了 所以一个核数的话 你必然有这样一个因子 那我们只要去找看它 看它一个数有没有这样一个因子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显然它就是呃 这个哦 这个地方好像正好写翻了 这个地方 这个上面是false 对吧 这个少写了一点东西啊 这个是这个是如果等于零的话 这个地方返回false 然后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是返回处啊 呃 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所以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你看我们会loop所有的这个比呃 比比 N开放要小的值啊 这里面其实你可以呃 就是说 这个写法上面其实可以变一遍 就是说 在这个细节上面 我们写法很多 然后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有可能会有 关于这个整数溢出的问题 呃 所以这个细节上面 这个细节上面 一个小点是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要想一想 呃 有些时候你比如说 你要判断这个N比较大的话 你比如说它是E12的这个范围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这个I 它它有这样一个溢出的问题啊 呃 那么因为 因为是一个根号的算法嘛 对吧 所以一个E12的话 它开个根号 也只有E16 这个这个算法的复杂度 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 有可能会用到这个范围 另外一个东西是关于这个N 呃 有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去把N 做一个开方 就是这个 一般的话 你这个比较主要的几个语言里面 我们应该都提供了 这个开方的函数 那你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开方的函数 它它提供的精度 究竟呃 可不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那么C++的话 应该是可以保证你这个一个整数 一个整数开方的话 它那个值精度是可以的 呃 就是一个印的范围里面的数开方 它的精度是可以的 呃 但是总体来说 我我不太喜欢用这样的 就是说 强行引入一个浮点数的这个 这个做法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还是放了一个这样的写法 但是对于不同的题目 大家可能考虑会用一些不同的做法 所以这个地方 呃 因为如果你开方了的话 那相当于这一直是跟一个长量去比的吗 你是爱跟一个长量去比吗 所以这个速度上面可能你会先开方去做那个值算的会快一点 OK 然后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速度判定的方法 那我们说了 就是说 后续的话呢 这是单次 你如果单次是用一个根号n的这个复杂度的话 那如果我需要判断一系列数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方法就不是特别好了 呃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针对于这个算法的话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其他思路去优化它的 呃 那么其实优化起来的话 比如说首先首先比如说一些比较显著的一个常数优化 呃 就是在你便利这个便利这个表的过程中 对吧 其实我们只需要便利速数就可以了 我们对于核数来说都可以跳过去 对吧 呃 这是一个比较显然的显然的优化 那但是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先得到速数 呃 那么实际上的话 我们一般不太会用这样的优化 是因为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哪些是速数的情况下 那我们判断其实多数都可以在一个欧一的时间去判断了 对吧 呃 但是但是也有一些题目 你比如说我要判断112范围里面的数 那这种情况的话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筛出速数之后 我其实只需要筛116范围里面的速数 对吧 我还是不用筛到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在一些问题里面 其实这个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呃 但是这个我们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而另外一些优化的话 就是你考虑一些数 比如说它是偶数 那如果是偶数的话 它不是2 那它显然不是一个这个素数吗 对吧 啊 它它 对 呃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就最开始做一个既有判定 然后还有呢 就是按照这个磨6的值啊 去做一个分类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去把它这个优化一下 因为磨6的值你会发现它只有加1和加5可能是一个这个这个素数吗 对吧 加1和加5可能是一个素数 然后剩下的加2呢 显然是加2加4显然是可以被整除的吗 呃 加0加2加4这些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吧 加0加2加4 这个这几个值 因为你看磨6是0是2是4的话呢 那这门值都是偶数对吧 所以这几个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的话 那如果是6加3的话 那这个显然有一个因子是3吗 对吧 呃 那除了三字几吗 所以实际上实际上的话 它也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常数优化的办法 呃 优化完确实比这个裸的裸的实现跑的还是要快一些的 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设计题目的时候不太会让你去写这个类型的优化 这个里面简单提一下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看到别人写这种东西不要太太惊讶 OK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呃 唯一分解定理 唯一分解定理 其实讲的这样一个事情 就认一个数N 它一定可以呃 可以分解成这样的一个一些素数的密次的成绩 然后这个分解是唯一的啊 这个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在很早应该是这个初高中时期 甚至小学时期就已经学过了 呃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我就不细不再细说了 呃 比较重要的是当你能得到这样一个表达式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可以非常快速的得到这个东西 这个数N它一共有多少个因子 对吧 这个因子个数呢 我们可以直接写成这样的形式 呃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理解 对吧 你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数 如果它可以分解成2乘2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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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就是0到0到2个对吧 选3的个数的话呢 其实就是0到3个 因此的话呢 那你这里面用一下乘法原理对吧 呃 那我们每一个因数它有这么多种选法呢 其实你最后的因子个数就是把它乘起来 呃 注意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去写上下界 因为其实其实你上下界是把它看成所有的这个素数的集合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没举了所有的素数 因为你考虑一下对于一个对于一个数N如果他没有那个因子的话 那对应AI就是0 那这个地方0加1 那还是1 它存在存在 它对于整个成绩的是没有贡献的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呃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经常给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N的阶层里面它一共有多少个因子 对吧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出一些题目 你比如说这个N的K字方里面 它呃 这个N的K字方它一共有多少个因子 呃 那么这两个做法上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对吧 首先先看这个N的K字方 N的K字方这个显然是比较简单的嘛 我们直接把这个N分解掉 N分解掉如果能拿到这个形式的话 那么N的K字方相当于你对于N的这个每一个就是AI 你给它乘个K就可以了对吧 那就比如说这个N吧 如果你给它三次方一下的话 那相当于这个每个部分的它再三次方一下吧 对吧那相当于这个地方是变成了9这个地方变成了这个这个6 对吧 所以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这个是比较好做的 那N的阶层呢相当于我们就是希望能把1到N所有的中间的数都分解了 然后呢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去会去用一个CNT数组来记录这个1到N之间每个每一个数啊 这个每一个每一个质数吧 每个质数它是会下来多少次 那你在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对应的这个就给数组对应的位置加1 然后最后你再去呃最后你再把这个答案答案算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些这样一些问题了 然后有可能这个问题实际上比这个N的阶层再复杂一些 你比如说有几个这个N的阶层啊这个在有一些中间除啊之类的关系 那其实你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做 类似的方法去做 呃那我为什么会说有乘除这样的关系 你比如说你一个问题最后答案它是一个组合数啊CAB 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些阶层啊对吧 然后他问你这个CAB你比如说他有多少个因子 那其实你最终就转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呃对呃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呢是是这个啊 这个其实跟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关系不是特别大 但是但是呢就呃因为形式比较相似 我就都放在这儿了 这个比如说一个数十年之末尾有多少个0呃 十年之末尾的0的个数其实跟谁有关系啊 因为发现如果你想乘出来0的话 它只跟整个这个东西里面的因子2和5这两个因子有关系 然后一个非常显然的事情啊 其实说显然也不是特别显然呃就是这个2的数量 其实一定是比5的数量多的呃对 2的数量其实一定是比5的数量多的 所以换句话说 十年之末尾的0的个数就是唯一被这个5呃被5的个数所限定的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n的阶层 它里面有多少个5的因子呢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归到最开始我说的 我们就把它分掉对吧 我们把它分解掉 把它分解掉 你自然就知道这个CNT5的位置它有多少多少个了对吧 那你就可以做了呃 但是更好的办法呢 其实是这样的 你你考虑这样一个事情 呃首先首先这里面 这里面一个数如果是如果数 一个数如果有5的因子的话 那这个数一定是5的倍数对吧 这这个简直就是一句废话 所以换句话说的话 5015 这些数是有5的 是是有5这个因子的 是5这个因子的 然后当你数完这个数完这些数数一遍之后 你会发现有些数数漏了 你比如说25这个数 25这个数因为它是5的平方呀 但是你这样数一趟的话 你其实相当于25这个这个数只数了一次嘛 对吧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会这样做 我们我们下一步呢 再去数5的平方啊 他这个有多少 那那你其实就是数的这个25 50 75 你去数这些数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再数一趟 那那那你这一趟再数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还有什么数数漏了 你会发现对于5的三次方这样的数 那就是125 对吧 我们数了他数了两次 在这一次数了这一次数了啊 那这那那我们就 那我们还 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个5的因子嘛 因此其实对于这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数呢 我们可以这样数啊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5的5的k字方 一直把它数上去 直到数到这个5的k字方大于n为止 对吧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一个一个数上去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从不漏的 把所有的这个5的个数都数出来 5的因子个数都数出来 那5的因子个数有多少个呢 那末尾就有多少个0 对吧 OK 然后那那再进一步的话就是 如果我问你十进之末尾非0位 最后一个非0位是多少 它的值是多少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呃 这个题的话 这个题最简单的思路 当然是还是从分解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题 这个地方我暂时不展开它 这个留给大家下来思考一下 这个题我觉得还是还是有一定意思的 呃 对 也不是特别难 这个基本上想法跟上面这些也差不太多 所以大家可以下去自己做一下 OK OK 然后这个之后的话是这个每举因子 每举因子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我们每举一个数所有的这个数N所有的因子 那我们那我们数N数N所有的因子 一般情况下会这样每举 我们会发现这个对于数N的因子有这样一个性质 就是我最多只有 最多只有O根号N个 O根号N个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数N的因子它一定是乘对出现的 乘对出现的 说乘对出现吧 其实不是特别严谨 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 基本上 它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怎么说是一一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小于根号N的 我们对于一个小于 我为什么手写 还要写这个 对于一个小 对于一个小于根号N的 对于一个小于根号N的因子 那我们 那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这个大于根号N的因子 是这个N除以A 对吧 N除以A 所以我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关系啊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关系 我们只去每举小于根号N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从从而就可以得到大于根号N的 呃 为什么我说这个说是一一对应 其实不太对呢 因为对于一个平方数而言的话 那么中间这一项中间这一项 它就是两项都等于根号N的对吧 那对于一些题目来说这个是尤其重要的 因为你比如说我要数一下因数个数的话 那对于中间这项你不能数两遍对吧 它只是一项 所以呢我们一般情侣家会写成这样的形式 对于不能整除的我们直接跳过 然后呢我们做一些事情 对于这个爱这一项这个因子 那同时呢我们再去做一下 对于N除以A这个因数的一些处理啊 那么当起紧当的这个 它不是那个平方向对吧 它不是平方等约的那一项 所以我们一般会这么做 呃 那么因子个数的话 它其实也是也是有这样一个感觉的 就是十一五里下的这个因子个数没有特别多 一五以下的因子个数没有特别多 包括一六以下的因子个数也没有特别多 这个刚好是我们某一次这个 应该就是最近的一场双周赛需要用到的一个小性质啊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结论的时候呢 那其实呃 那这个题你显然就更敢写了 这个复杂度看起来就更对了 嗯 然后整个大的数列完整的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到这个OES上去看一下 那每矩质因子的话 其实跟每矩因子是差不多的 呃 那这里面注意一下 这个复杂度一就是根号N的 为什么呢 你考虑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数 如果它是两个素数 呃 它是两个这个 它是一个素数的平方 它是一个素数的平方 那你显然要把这个小于根号的一个数都数一遍吗 虽然一次性你可以把所有的某个质因子全除掉 但是你依旧需要这样这样这样循环过去啊 呃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不细说了 然后特别注意一下啊 就是你这样写的情况下呢 你最终可能会落掉一项比较大的啊 你比如说它这个数本身就是质数 或者最后剩的那个质数比较大的情况下 你就说随便举个例子 这个呃 比如说这个例子吗 对吧 就是这个例子 呃 当你当你做完把二这些项都除掉的时候呢 你下一个要没举的是三 然后你这个n的值呢只剩下七了 对吧 但是三乘三它就已经大于七了 那你在这是没举不到这一项的对吧 所以要注意啊 你最后可能落了一下 需要在这处理一下 ok呃 那么如果问一个数不同的质因子个数的话 那么这个量级显 呃这个质因子个数的话 那这个量级显是这个logn的对吧 呃 去以二为底就可以了 呃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界显然不是特别紧 对吧 那么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对一个一般的非二进制的啊 就是 呃这个界应该是紧的 但是我们考虑一个对对一个非二的密次的数来说的话 那显然这个质因子个数应该是比较少的 对吧 呃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做题的时候呢 他他的实现不会那么紧 那如果一些题目用到的是不同质因子个数的话 那这个会更少哎 我们看一下 只要七项的话就可以达到17这个范围了 其实呃 其实你要八项才能达到219嘛 对吧 所以实际上如果数据范围是19的话 那也就证明你最多的一个数不同的质因子个数 就只会到达这个最多7个嘛 对吧 那7这个数就7这个数就非常小了 你各种甚至是阶层级别的搜索什么的算法 你都是可以用的 对吧 所以呢一些题目的设计上面呢 也也是巧妙的利用了这个性质啊 这相当于藏起来的这个一个数据范围的信息 然后比较重要的内容是速册筛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方法 你会发现这个复杂度都是什么根号级别的 这个其实做很多题还是太高了对吧 尤其是我们要处理多个数的时候 那么速册筛的话呢 就是一个更好的东西 在讲速册筛之前呢 我们先去看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就是一个调和奇数核的性质 这个调和奇数核的性质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调和奇数的项加起来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N这项提到外面去 提到外面去 提到外面去就是一个调和奇数的核嘛 对吧 那么我们题目里面一般情况下要用到的形式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把它写成这个这个形式了 那么调和奇数本身是发散的 但是 但是的话我们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上界 我们有一个漂亮的界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到了一个log级别 这个具体我在这儿不证明了 大家记一下这个结论 对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会在很多问题里面用得到 所以你不要看到某些情况下 你写了两个focial的话 就认为它是个N方的复杂度 那 那么我们很多下面的写法 你会发现这个复杂度 其实是在这个级别的 OK 那么最重要的素数筛 我认为其实还是i式筛 就是在大家最开始掌握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写起来最简单 也是最符合直觉的 那么后面的欧式筛 理解起来会更复杂一点 但是显然因为复杂度更好 所以很多问题里面你也可以用欧式筛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i式筛 i式筛的话它的想法很容易 对吧 我们就是遇到一个素数 然后把它的所有倍数都标记了 我们把它所有的倍数都标记了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这个i式筛有个天然的性质是什么呢 对于某个核数 对于某个核数A而言的话 它一定会被它所有的素因子都筛一遍 它一定会被它所有的素因子都筛一遍 你比如说它有它有这个因子237 那在我们这个写法下面呢 那一定会被237都筛一遍 那么这个性质很好呀 这个性质这个性质为什么很好呢 你比如说你想数某个树 某个树它有多少个因子 那你可以单独开一个开一个树组叫CNT 对吧 然后它被筛一遍 然后你就给这个CNT对应那个为加1 它再被筛一遍再加1 这个你就做完了 对吧 然后你比如说你想知道某个树最小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因子都是谁啊 那你只要在这个筛的过程中 那你注意啊 因为你素数是从小到大筛过去的 所以第一次见的那就是最小的 最后一次见的就是最大的 所以它有一些非常好的又非常简洁的性质 你都可以利用起来 都可以利用起来 呃 所以呢我们我建议大家最开始上手 还是还是主要去多用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你在预处理的时候可以尝试去预处理多一些东西啊 也可以都把这些东西写进自己的板子 呃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欧式塞 欧式塞的话 I式塞的话 这个复杂度为什么是多了一个这个loglogn 他注意他不是logn乘logn 是loglogn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线性是非常近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不是素数的 我们不会做那个操作 所以在这个调和极数里面 你下面只会是1 2 然后1 3 之后就是1 1 你会发现4分之1像那个像没了 4分之1那个像没了 然后再下一像就是7分之1 然后这样过去了 所以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复杂度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不去细证明这个复杂度了 这个复杂度正起来 其实要想严谨证明还是挺难的 呃 然后这个欧式塞啊 欧式塞的话 其实他又叫线性塞 啊 他这个复杂度是真on的 真on的 所以这个这个塞法的话 也速度会比上面这个东西再快一点 但是据说有人碰见过有题目卡了这个东西 但我说实话我不太信的 我更趋向于相信他们把这个算法写错了 呃 所以所以这个欧式塞 呃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欧式塞 欧式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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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对于每个数A 我只期望他被塞掉一次 因为你看这里面我们说了 在I式塞里面 一个数会被他所有的租金子都塞一遍 那欧式塞我就不希望这样做 那我只希望被塞一次 我不希望他被哪个数筛掉呢 我希望他被自己最小的因子筛掉 所以这里面我们怎么去做这个算法呢 我们会 我们会在这个 首先 首先我们对于每个数 对于每个数而言的话 我们去 我们 我们都去每举他的一个数数倍数P 都去每举一个数数倍数P 呃 这样的话我每举到一个状态 要么就是说这个P乘上这个数字I 本身他已经超过你要每举的范围了 你要筛的范围了 要不然呢就是说我筛到这个 I可以整出P为止 呃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保证 你所有的这个标记过程只会 呃就是这个数I乘P的话 他只会被自己最小的那个数数筛掉了 这里面我们想一下为什么 这里面我们想一下为什么 呃首先的话 首先的话先从 就是说你你你其实需要先考虑一下 这个过程的话 如果跟我们刚才的描述一致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是线性的 因为每个数只被筛掉了一次吗 对吧 每个数只被筛掉了一次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你便利到的所有数都会去做了这样一个筛的操作 对吧 所以呢所以呢这个东西复杂度应该是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考虑一下它复杂度为什么会是对的 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呃 你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两个事 他首先他为什么成立吗 对吧 那么成立的话就是说一个数数 他自己不应该被筛掉啊 这个这个东西是显然的 因为我们没举的是某一个数的倍数 然后把它筛掉了 那一个数数的话 他不可能是某一个2以上的这个数的倍数 对吧 所以数数显然不会对于prime而言的话 对于一个数数而言的话 他首先他肯定不会被筛掉 然后对于一个核数来说的话 对于一个核数A来说的话 为什么他一定会被筛掉呢 这里面我们来考虑一下 这里面我们来考虑一下 假设说这个核数A他没有被筛掉的话 假设说这个核数A他没有被筛掉的话 这可不可能 呃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可能的 我们来考虑一下 A的话我总可以写成一串 一串这个数的 一串数的这个成绩对吧 一串数的这个成绩 当我们把最小的这个项拿掉的时候 我们就叫一个P0 当我们把P0这项拿掉的时候 后面是不是一定有一个比A更小的数啊 比A更小的数 注意这里面这个地方是没有break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每一个数都会做下面这一项的这个操作 所以当便利到后面这一项 这一项一定是比A小的 我们叫他B 当这个I等于B的时候 当I等于B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定会跑下面这个过程啊 是不是一定会跑下面这个过程啊 所以当当这个当跑下面这个过程的时候 当跑下面这个过程的时候 是不是必然我们会便利到这个P0 呃 这个flow会flow到P0 那你P0乘B的时候 是P0乘B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A 就会把A这一项筛掉了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错呢 这里面你就会想一下 那假设说如果B能整除 呃 假设说 假设说在B遇到P0之前 我们遇到了这个另外一项 我们叫这个P P0'吧 我们叫P0' 假设说这个P B 等于0 这是我们下面这个跳出条件 对吧 假设说如果这个东西先满足了 这可不可能的 呃 那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可能的 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在你便利到P0之前 就已经满足了 换句话说呢 P0'将是一个比P0更小的素数 且呢 因为这个东西出出来是呃 这个东西可以整除B 那这个东西当然也可以整除A了 那这就 这就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假设 P0' 呃 这个P0是A最小的 质因子这个结论就矛盾了 对吧 所以呢这个A呢 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对应的B 啊 是是可以把把这个A的位置 就是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对应的B 会会便利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A筛掉的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证明了这个欧拉筛 它是对的 同时呢也证明了这个欧拉筛呢 它是一个线性 它是一个线性 嗯 好 那么有了这个结论之后呢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再加一点东西 就是说在欧拉筛的基础上 我可以加一个这样的东西 表示呢 这个我去存一个数 他最小的质因子是谁 对吧 那质数的话 最小质因子肯定就是他自己了 那么一个不是质数的数呢 我们会在第一次把它筛掉的同时呢 把这个最小的质数记录下来 最小的质数记录下来 呃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方式 好 那如果你要想用欧拉筛的同时去求一个最大的因子怎么办呢 这里面呢 呃 你可以你可以用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用I试试I 一种方法呢 是我们用下面这个呃 挂链法 把一个数所有的因子都找到 然后你去求一个最大的 当然这两种方法塑造度显然都会高一些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动态规划的思想 动态规划的思想 那么对于一个数 它最大的因子呢 那只可能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他把最小的因子除掉之后 呃 他的最他的最大的因子和把最小的因子除掉的那个数的最大因子是一样的 要不然就是这个最小的因子 对吧 那只有是两种情况 只有是两种情况 然后你从小到大去做的话 那个小的总是先求出了正确的值 所以你可以可以这样去动规啊 呃 ok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另外一个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说无论是这个最小因子还是最大因子 如果我们把一个数和他最小因子之间 去连边 呃除掉最小因子的一个数去连边 或者除掉最大因子的一个数去连边的话 这个数是A 这个数是B的话 呃 你都这么连的话 那这个显然最终 最终这些所有的这个N个数 它会构成一棵 一棵树或者叫一个森林 呃为什么是森林呢 因为你上面有一些这个 上面有一些 下面有些质数吗 对吧 上面有一些质数 但是如果你要把E放在最上面的话 那这个其实他最后就会构成一棵 一棵树了嘛 对吧 一旦有这个树的性质了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跟这个树性质相关的很神奇的事情 呃 然后这个树的话 它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性质是 它的深度也不会特别大嘛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一个树 它最多的因子格数就是log几的 那这个树的深度呢 它也是log的 它也是log的 啊 所以它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呃 然后的话 在我们这个基础上 我们怎么去做分解呢 那我们只需要这个树一次去除掉它最小的因子 然后把它的最小因子加进来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我们一般称这种办法叫挂链分解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树快速的在呃 它因子个数的这个时间复杂度下去把它分解掉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优的 非常优的 ok 然后 然后的话 我们再回头回回顾一下这个关于n的阶层的这个分解问题啊 n阶层分解的问题 我们想一下 其实之前的话 之前的话 我们 我们 最朴素的分解方法 你可以用这个根号的时间去做 对吧 根号的时间 那就是n根号n的时间去做这样一项一项的分解 然后去完成这个这个任务 呃 那然后的话呢 当你有了上面这种方法的话呢 那你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做一个素数筛 然后之后的话呢 去对每个数作为这样一个挂链分解 对吧 那你注意啊 对于每个数去做一个挂链分解的话 你最终复杂度应该是什么级别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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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考虑一下 呃 他会是他会是nlogn吗 他会是nlogn吗 他会是nlogn吗 首先nlogn显然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你再想一想 我们前面讲过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i是谁 i是谁的话 他是不是会把这个 呃 啊 其实我们可以再看 对就是就是你啊 那就考虑这个时间复杂度吧 对呃 就这个时间复杂度 对于绝大多数题目 其实已经够了 你其实已经够了 呃 在部分问题下面 如果你只需要 要这个本质不同的 呃 本质不同的这个个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得到更好的这个时间效率啊 用这个 用这个i是谁啊 好 呃 回到这个问题 回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写 是吧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去写一个筛法 去筛这个东西 呃 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是素数 我们可以跳过 这句也可以不要 这句也可以不要 那我们可以直接写出这样一种 这样一个写法 这样一个写法 嗯 对 好呃 然后下一个内容是这个gcd啊 gcd gcd的话 首先4++17的话 首先首先4++17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调这样的这个 呃 stl里面的方法 这个 就你不用不用去写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了 在17之前的话 你大概你还需要去写这个这样的这样类型的东西 而且只在这个gcd下面是可以用的 呃 所以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然后其他的一些语言的话 对于这个东西 基本上也都是有支持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必要自己非每次去写这样一个东西 呃 去写这样一个东西 呃 那么gcd的话 他不是今天的重点 但是有些问题里面呢 其实还是涉及到的是个东西啊 所以简单提一下 呃 一些比较重要的等式 比如说两个数的gcd和lcm乘起来等于这两个数的g啊 呃 这些大家也是需要了解 呃 然后转转相除这个东西的话 写起来是柿子很简单 但是有些时候呢 因为它是个地规的东西 它是个地规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效率还不够不够高的话呢 可以的 可能需要你把它优化成一个 呃 可能你需要你把它优化成一个这个迭代的形式啊 呃 那么更好的办法是你直接去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实现很有可能是去掉的这样一个东西的 而这样一个东西的实现呢 最终它可能做了一些硬件相关的优化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跑的会更快 呃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去掉这个啊 不要不要再去自己写这种这种东西了 然后呃 gcdlcm的话 我们针对唯一分解这块呢 也是有一点展开的 就是说你从唯一分解定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就是两个数的gcd的话 你可以看成它每一个指数都取小的那一个 呃 那注意了注意了 因为这有一个mini 所以其实它有很多性质是跟mini相同的 你比如说我要求一个整个整个数组啊 所有区间里面 区间最小值最小的那一个 那那显然你会去 你直接去整个数组就可以了对吧 呃 那同理如果我要去所有的子数组里面 区间gcd最小的那一个的话 那我其实也可以直接去整个数组对吧 这样的话它的gcd显然会最小 呃 这个这个这个说起来感觉很很很 呃 就像就像开个玩笑一样 但是实际上在有些问题里面它会用到这个性质 ok 然后看几个题 呃 第一个题的话 就是让你去数一数范围里面有多少个素数 对吧 216 那个这个素数 这个范围其实不是特别大 然后你用I是筛或者O是筛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呃 n的乘机为k的这个数组 你能构造出来多少个 对吧 你能构造出来多少个 然后这个数组里面的值都是正种数的值 呃 那么显然的话这道题怎么做呢 这个题我们就直接把k分掉对吧 把k分掉 当你把k分掉之后呢 你比如说k是2乘2乘3乘3乘3 然后呢 这个n长呢 你比如说n长 你比如说是7的话 1234567 对n长如果是7的话 其实相当于你就是把这些2和3 安排到这个数组里面的某些位置上去 对吧 安排到这个数组里面某些位置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这个我们在做一个数论问题 之后呢 从这一步开始呢 我们就在做一个组合问题 我们在做一个组合问题 呃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数论问题经常他不会自己单独出现 呃 那么这里面你相当于每个位置 你先默认给他分配一个1嘛 对吧 分配一个1 因为你要乘起来等于k嘛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再去安排这些数 那么显然所有的2要一起安排 所有的3的3要一起安排 对吧 因为因为如果你要这两个东西你不一起安排的话 那那你可能会安排出来一些比较呃 就是就是你可能会数数方案的时候会有重复吗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相当于变成了我有7个格子 然后每个格子我可以放多于一个多于多于一项 呃就是相当于零到零到就是我我相当于每个格子 我我相当于去分配这些数嘛 对吧 我相当于分配这些数 而这个数数之前数之间是彼此相同的 对吧 我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分配2和分配3之间的方案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最后他们两个的分配分配方案乘法原理乘下来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去分配这些东西呢 呃分配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用一个东西要就是隔板法呢 对吧隔板法相当于现在你有两个数相当于两个数放在这 然后我往这两个数前后去插一些板子对吧 插一些板子一共要插相当于是6个板子对吧 两个数周围你要去插6个板子 然后把这两个数分隔开呃这两个数可以分隔在同一个格里面对吧 就相当于这样一个问题相当于这样一个问题 那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用组合数学去做一下 就这个地方我们因为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们就不细讲这个问题了 呃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这个给了一个数组A 给了一个数组A 然后问你这个数组A里面 子序列GCD的种类数 子序列GCD的种类数 啊这个题其实数论味就很浓了 首先注意到一个事情叫子序列 对吧子序列的话你可以不连续你可以随便选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让你从这个数组里面认去认取一个数级 然后问你这个GCD是多少 这个GCD有多少个 那首先的话GCD肯定不会大于这个最大的数 对吧 这是一定的 呃 然后的话我们就在考虑一下这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哪些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 就是说如果你去没直接没举子序列的话 这个N是非常大的 N也是这个范围 那也是这个范围 那显然这么做是不行的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 我们去每举这个GCD的值 然后看能不能得到 每举GCD的值看能不能得到 那么首先首先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思路是 如果我们把一个GCD 假设这个每举的值是G的话 啊这里面我们写的是V 啊这个PPT上写的是V 那我们就用V吧 我们对一个值V 如果最后我们的GCD要得到这个值V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去判断一下能不能得到呢 首先我可以把V的所有的倍数 包括他自己啊 所有的倍数拿到 就看看这个集合里面有哪些他的这个倍数 有哪些他的倍数 首先把这些倍数 如果我们一起求一个GCD的情况下呢 那那这个值它是一定不会小于V的对吧 因为他的倍数嘛 那那他的倍数的GCD至少是V 那么这里面如果这个值是比V大的 如果这个值是比V大的 因为你已经用了V的所有倍数了 那么这里面如果我在在这个集合里面 我们假设现在这个集合S啊 你得到了一个比V大的值 那么那么如果我在这个集合里面再加入一个 A数组里面的值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它是不是一定就是说最后得出来 那个值是不是一定是就是这样这样说 我们再加入一个值 我们再加入一个值W 这个GCDW 这个GCDW 按个位置 如果我们再去GCDG 和其中AA里面任意一个其他的值W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GCD的值 它是不是一定 它是不是一定 它是不是这个值是一定不能整出V的呀 这个值是不是一定不能整出V的呀 所以所以这里面这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你任意一个数你都不可能再加进来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个V是得不到的 所以这道题会有这样一个非常巧妙的 非常巧妙的思路啊 非常巧妙的思路 呃然后的话这两个 然后GCD的话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经常我们会用到这个约分上啊 这个这个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假设说你有一个非最减分数 对吧 那么可以求这个分子和分母的这样的一个GCD 然后把他们俩把这个把这里面呢 啊把这里面 GCD的部分除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减分数了 那对于一些问题来说的话 我们会给你很多比如说不同的分数啊 这个这个题里面其实就是相当于给了你一些不同的分数嘛 然后让你判断一下这些分数相不相同吗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两个分数相等的话呢 那当且仅当他这个最减分数形式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只要都除掉GCD的话呢 那个形式就划减了 这里面特别要注意啊 有些题目你把它转化成分数的这个定义的情况下 他这个上面有可能有0 这个没有问题 呃因为0和任何数的GCD呢 他还是下面这个任何数 所以你一划减的话呢 上面除以除以这个数 下面除以这个数 你会得到0除以1 这个东西是统一的 但有些时候呢 那在分母上有0的话呢 那这个就需要去特殊处理了 所以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呃然后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 呃这个题的话 意思是求让你去求这个I和J I和J的对 给了你一个数组 让你求IJ对 问你呢这个数组里面 AI乘AJ能被K整除的对数 能不K整除的对数 那这个NN我忘了是 是E5还是2E5了 但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量级 呃 那么这个量级 显然你不能直接去美举IJ嘛 对吧 那我们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继续去分解K 对吧 继续去分解K 然后我们直接去讨论K的因子 哪些出现在AI里面 哪些出现在AJ里面啊 这个去讨论一下就行了 呃因为你当去当你去分解了这个K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它的因子种类 它的因子种类个数呢 就是根号级别的 对吧 就是根号级别的 所以你这样讨论的话呢 这个你即便直接去美举前面的这一部分 后面的这一部分 其实也是也是可行的 呃这里面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K等于呃 还是刚才这个例子2乘2乘3乘3乘3 对吧 其实你就相当于要求前面这一项 比如说要求他能被4整除 后面这一项能被27整除啊 其实你就你相当于去美举这个东西 然后你要注意啊 前面这项能被4整除的情况下 后面这项不一定非得是被27整除 他可能比如说被54整除也可以 然后被K整本身整除也可以 这个都是可以构成有效队的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其实就是 就是只要保证前后这两项乘起来 能被K整除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枚举 然后这个枚举里面 显然也会有一些重复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不合法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 我忘了这道题这个Ig能不能相同了 如果不能相同的话 那你有些呃 对于有些位置的话 你还需要把这个相同的像减掉 呃 但是整个套序的这个就是一个组合数学问题了 这个所以前面的话你需要做这样一个分解 呃 然后去做一个枚举 然后下一个下一个这个题 这个题的话 其实这个题就是套了一个这个GCD的GCD的这个概念在这儿啊 其实跟数论关系不是特别大 呃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是这样 就是他他只是让你去做这样一个操作 但其实题目可能跟数论本身关系不是特别大 呃 这个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题目 他让你把这个相邻的数 就是GCD不等于1的相邻的数都合并起来 合并成一个数 然后这样一直合并下去 那这样合并下去的话 那显然最后 你会你这个分界线的位置最后合并出来的这两个数 他俩的这个这个GCD最后就是1嘛 对吧 啊 GCD就是1 呃 所以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只需要去维护一个比如说站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你依次网右并嘛 能并的你就把它并进来对吧 然后当你并出一个新的数字的时候 你要判断一下他跟站顶的这个东西 关系变没变 这个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323这个区列对吧 这个区列最后肯定是能并在一起的 那么过程中的话呢 你你先并了 比如说右边这 你最开始你进来3进来2的时候 他俩是合并不了的 因为他俩GCD是1 呃 对这个这个这个例子讲的写的不好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6 你比如说这有一个6 那么这两个数字的话 他GCD不是1的话 他俩会并起来对吧 那么再再进一步呢 其实下面这两个数字又是可以合并了 所以你用一个站去处理一下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ok 然后下一个数字 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其实也是一道这个批了GCD外壳的 但其实跟GCD关系不是特别大的东西 呃 他给了你两个数组 一个数组A一个数组B 呃 数组A里面有一些数 数组B里面有一些数 然后他让你最后去 在A里面删掉一些数 使得呢 这个miniA 是可以整出 是可以整出B里面的所有数的 那这里面如果想整出B里面所有数呢 其实就是能整出GCDB嘛 对吧 就是把B里面所有的数做一下GCD嘛 对吧 那么那么最小的数能整出他呢 显然你就把A里面从最小的那个还是没举嘛 对吧 呃 不能整出你就把它删掉 不能整出你就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更像是一个贪心问题啊 GCD只实在于用了一点点 OK呃 这个可能是今天整个PPT里面最难的一道题 呃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 给了一个数字A 这个数字A里面你可以任意交换两个GCD不等于1的数 然后问你是否可以通过这些交换 将这个数字排序 呃这个这个题目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思想 就是我们会把这样的可交换的东西呢 去做一个连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图对吧 呃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图 当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图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图可能长这样 然后这个图可能会有几个连同分量 因为这两个连同分量之间呢 可能这两个数字 比如说彼此 这个GCD都不是都是1 对吧 那这个会形成两个 形成两个连同分量 那么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呢是 呃这个对一个连同分量里面的这些数的话 那么显然是可以 可以最后任意去安排他们的这个位置的 嗯 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为什么是对的呢 我们这里考虑一下啊 我们这里考虑这样一个顺序 首先首先你可以你可以随便从一个点DFS 然后把这个图把这个连同分量变成一棵树 变成一棵树 然后呢我们优先去安排叶子的这个东西到他该去的位置 到他该去的位置 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定是可以做的呢 假设说他最开始该去的位置P在这个点所在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先交换他俩 那么这个点就到了那个位置 然后再交换他俩 再交换他俩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就可以安排过来 所以我们只要从叶子开始做 我们把叶子先做完 那么剩下一部分总是连通的对吧 那我们连通的我们总可以通过这样的搬运的方法 找到一条路径 然后把它搬过去 所以对于一个连同分量内的点呢 我们总是可以任意去排序的对吧 那么现在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连边呢 我们怎么去连边呢 那暴力连边的话 对于某一个点来说 那你显然要去判断 他跟其他点都能不能连边吗 所以暴力连边的话 整个复杂度会达到N方 那么这道题的话 数组的N应该也是这个 整个差不多115这个量级的 所以你这么暴力连边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会怎么去怎么去做连边这个问题呢 首先对于两个 这里面我们就用到了这样一个数论问题 一个比较经典的经典的思路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GCD不等一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考虑反过来去做 我们可以考虑去每举这个GCD 对吧 我们考虑去每举这个GCD 更进一步的是 其实我们没必要去每举GCD 我们只需要去每举因子就可以了 对吧 每举因子 当两个数有一个共同的因子的时候 我不用管这两个数的GCD是多少 他只要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因子 那么自然他俩之间应该有一条边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从因子的角度来考虑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把值相同的那些所有的位置 全部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点 这样的话每一个点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图里面的所有其他的点的这个值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在两个这个不一两个不一样 这个两个不一样的点的这个集合之间 其实我只需要一条边 对吧 我们只需要一条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只要是连同分量 我们不考虑这个连同分量里面具体这个边连了多少根 对吧 所以只要有一条边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 考虑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数轴是 我就相当于一个数组里面 呃 一二三四五六 比如说这样六个数 我相当于这里面有些值是有的 对吧 这里面有些值是有的 然后我在我在有的这些值里面我要判断 哪些值 他共享了一些这个 因子 他共享了一些因子 那么这个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去每举因子 我们从二开始去每举因子 我们从从二开始每举因子 这时候你看看我每举二四六 对吧 这个是有二因子的 然后我会看到二这个位置有数 四这个位置有数 这六这个位置有数 OK我们就相当于像相当于现在我们需要把二四六 这三个点连起来对吧 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三个点连起来 注意连的过程中 你只需要二四连一条边 四六连一条边 或者说二四连一条边 二六连一条边就可以了 复杂一点的情况 如果没有四的话 那你需要直接从二连到六 所以你大概你在少的过程中 需要去维护一下 你当前看没看到一个存在的点 如果看到了你就把现在这个点 跟存在的那个点连边连过去就行了 所以这样连边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 用了最开始很早 对 用了一个这样的 类似于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方法 我们在每举每举这个东西的时候 写一下 for i的二到n 然后之后的话 你是相当于for 这个 j等于i 然后一直j加等i 对吧 这个 你其实相当于在做这样一个过程 在做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 你这里面记录了一个东西叫prey 就是你前一个存在的点 当你找到了一个点 然后发现了前面一个存在的点的时候 这个点点一下边 然后你更新一下这个prey嘛 对吧 那整个的话这样的复杂度的 这样这样的框架下面的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级别的 这个级别的 这个题就可以做了 那么当这一步做完之后呢 你把这个图都连起来之后呢 这个题比较麻烦的地方呢 是在于 对 这个题比较麻烦的地方呢 是在于你要把这些点的下标也维护起来嘛 对吧 那你把这些下标之间 每一个联动分量相当于做一个排序 然后你最后你check一下 这个排完序之后 它是不是有序的 你就知道 这些交换可不可以是整个数字有序了 对这个题呢 它分了好多个步骤啊 分了好多个步骤 你每一步呢 每一步呢 处理起来呢 也还是有一些复杂性的 所以这个题是一个 我认为今天可能最难的问题 最难的问题 OK 然后顺便提一下这个GCD的话 还有这样一个性质 因为 因为每个数它的质因子个数是 这个级别的 对吧 质因子个数是这个级别的 所以当你在 当你在一个序列里面 逐渐加入更多的数字 你去求这样的一个GCD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序列里面 最多只会有log个值 为什么最多只会有log n这种值呢 因为你从一个数 再加了新的一个数进来的时候 就是你从过去的GCD 再加了一个新的数 你去对它求GCD的时候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这个GCD不会变 假如说这个地方叫G1 这个地方叫G2 你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这个G1等于G2 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 是这个G2要比G1小 对吧 G2要比G1小 那么小的话 也不是说小任何值都可以的 那你注意 这个G2肯定 它得是能整出G1的 对吧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是它两个的GCD吗 对吧 因为是 这一串书和它的GCD吗 所以G2显然是能整出G1的 那么换句话说呢 G2一定是G1少了某些因子的 少了某些因子的 那因子个数是这样的 那你少的这个 少的这个位置呢 那最多也就只能有log个位置 对吧 所以这个最多只会有log种值啊 那么相似的性质 其实有一些相似的问题里面就是说 比如说雨也有这样的性质 对吧 你一串数 然后你再多加了一个数呢 这个雨的值也是最多只会 只会有这个log种个吗 对吧 或也是 对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有相似性质的问题 我忘了lead code上面那个有一道题是雨还是货还是还是这个GCD了 但总之呢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数组 我问你所有子数组啊 它的GCD的值一共有多少种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一直去维护这样一个从这个点往前找啊 它的GCD的这个种类的 呃 它的所有的GCD的值 这样你加一个新值进来的时候呢 那只有 那我们有log这个结论的话 那个新区间里面它其实一共还是只会有log种值吗 呃 那你那你这样的话每一次你只需要去对于这log种值 然后你去做 然后把对应的相同的值合并起来就可以了 呃 所以这个应该是有原题的 但我没找到题号啊 这个大家如果谁知道题号的话 可以后面后面发一下 呃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嗯 好的感谢我们的医生啊 给我们做出非常精彩的讲解和题目的归难啊 那么均主考虑我们最近一段的这个每日打法 可以按照医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题目单啊 来来进行一下复习 好的那么啊 感谢医生那么这次的录像呢 我应该会放在YouTube上 那么B站的话 B声音附近也会放他的版本 那么大家可以可以啊 复习一下啊 那么我们期待啊 下次医生还有人机会啊 还有机会能给我们在这儿精彩讲解啊 各位啊周末愉快拜拜 嗯 感谢大家拜拜